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不其然看见了我的闺蜜洛洛 什么瓜 我顺手抓走一把她手里的瓜子 洛洛看见我 脸上分世嫉俗的冷笑愣了一瞬 突然有些手足无措 咋了 瓜不保熟吗 不是 他整出一副欲言又止 消化不良的样子 是你初恋梁州 准备跟金融系那个超级白富美求婚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我在原地愣了五秒 才像没事人一样转过身 勾着头看得更起劲了 不知道这个书呆子会怎么求婚 还真有点好奇 梁州是我在校工委 勤工俭学的时候认识的学长 他和我一样家境倾苦 却努力踏实 温文尔雅 我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在图书馆门口 一向温柔理智的 他会露出那般风魔的表情 我有才华 可我若没有助力 我怎么实现我的报复 我们俩在一起 要多少年才能买得起房子 才能在这个城市安家 最后 他露出祈求的神情 然然 你能理解我的对吧 本身我还有些感慨万千 没想到刚甩了我 他就开始火力全开狂追白富美 算此歪诗一首接一首 众人大跌眼镜 我也只能说 真是江河日下 富贵迷人眼 萱萱 嫁给我吧 不远促梁州深情告白 广场喷泉的水花 一簇一簇 见在他并不合身的西装上 我和他对面的白富美萱萱都捂住了脸 这种丢人的感觉 谁能懂 启哄声响起 预示着这场告白已经结束 还没等我磕完瓜子偷偷溜走 不知哪位好事之徒已不大不小 足以让所有人都听到的声音喊了一声 那不是安然吗 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八卦群众吃瓜的热烈程度一下子 高了十个水平 一时兼重人的目光 像一万把眉有洗干净的刷子 哗啦一下堆到我脸上 我感觉脸皮火啦啦的疼 天啦 他看到这一幕得多伤心吧 刚把他踹了一个月就跟白富美求婚了 这也太现实了 我要是安然我都不想活了 那肯定 相处了一年的男友比不上人家一个月 这谁能想通 呃 各位 我能想通 只是你们的声音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落落气的脸色涨红 一把抱住我 怒目环视了一圈 安然好得很 不需要你们可怜他 我十分感动 正要抬头深情凝望他 一片瓜子皮伴随着他一份甜音的话语 喷到了我的眼睛里 哎 我的老天爷哦 我一瞬间痛的无脸蹲下来 眼泪哗啦啦往外涌 天哪 他真的好难过 那对狗男女还是个人了 真的好可怜哦 他是不是还忘不了梁州 不是 你们听我解释啊 就在此时 一阵呼啸而来的隐情声 顺着主干道越来越近 众人也顾不上同情我了 纷纷抬头望去 我费了半天劲才睁开眼 眼睛红肿 眼泪扒啦 模模糊糊只看到一辆黑武士一般 拉风骚气的跑车停在了广场旁边 从车上处下了一条修长的腿 好家伙 这不是上个月我们讨论过的 那个财经杂志封面人物吗 真人更帅了 光帅有什么用 那可是实打实的钻石王老五 富得流油 手眼通天 林氏集团的总裁吧 他怎么会来我们学校啊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被热情观摩王老五的人群推来推去 他妈的腿麻了 还没等我恢复挺拔的站立姿势 修长的西装大腿 便大步走到了我面前 周围的人群到抽了一口冷气 空气诡异地安静下来 我一头雾水地抬头 对上了一张潇洒俊逸 英挺不凡的脸 只见那位猛地把手机对在我的脸侧 瞇着冷淡邪魅的眼神 从我的脸到手机上的照片 来回看了好几遍 突然一把按住了我的肩膀 真的是你 等等 我大惊失色 连忙手忙脚乱打出一套搭捏拳法 生生给这位钻石王老五的西装 推出了褶子 你哪位 王老五还在沉浸在久别从逢的感动里 冷力地眉眼间有些神伤的意味 突然他看见了我红肿的眼睛 他怒吼 你怎么哭了 受委屈了 谁干的 周围的同学骑刷刷默默看向了梁舟 王老五的死亡凝视划过人群 正要落到梁舟身上 我赶紧拉住他 这位叔叔 我硬着头皮礼貌回应着 我们认识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像是戳中了他 什么伤心事 他又整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乖乖 我知道你还在赌气 王老五抹了一把自己的帅脸 我不会怪你 毕竟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这次抽凉器的声音 比刚才还大了两倍 我从里到外 焦土化级别的僵住了 他却红着眼眶微微俯身 抬手摸了摸我发顶 走 乖乖 跟我回家 这件事很离谱 显然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实在不方便问 我只得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跟着王老五往外走 本来想着找个僻静的地方 把话说清楚 就溜之大吉 结果我忘了 这位骚包大叔的车 就停在旁边 在帅气的王老五 殷切期盼的眼神中 在众人或羡慕 或疑惑的围观里 我只能保持着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笑容 一咬牙上了车 明明这个大叔 把车开进来的时候 就像火箭贴的一样 开出去的时候 他倒是不着急了 慢吞吞在众人面前驶过 才潇洒地开出校门 扬长而去 我偷偷抬眼看他 发现他吞去了一副 抓马骚包的样子 皱着眉看着前面 气质有些清冷 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这位叔叔 我之前认识你吗 你当然不认识我 他看东眉看我一眼 冷冰冰撂下一句 啊 这位大叔 你此时冷淡的态度 会让我觉得 自己才是一个碰子而浅 莫名其妙任人当老爸的人 那您刚刚为何那么说 我咬紧后槽牙 努力保留一些基本的礼貌 刚才那情况 我猜他贤贫爱富 劈腿甩了你 帅大叔单手握着方向盘 声线沉着冷静 叔叔 您或许不用说得这么难听的 我保持微笑 我个人觉得 比起得知前女友是落难公主 错过了一个想要考验自己 为人谦逊低调的豪门 争千金 对男人比较有杀伤力 这话信息量实在太大 我愣是在脑海里转了好几圈 才明白他什么意思 想明白之后 不禁道吸了一口凉气 姜还是老的辣 当然这是我自作主张的反应 如果你不想走这种路线 抱歉 不 今天多亏您帮我解围 谢谢您 我连忙摇头 想了想又试探性地问了问 那今天说的话都是假的咯 关于我 别的话都是假的 他轻点了两下方向盘 扫了我一眼 但我真是你爹 话虽这么说 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呢 我深呼吸压下自己一万句 即将脱口而出的吐槽 这个可以见得呢 有没有较为严谨的论据 他吃笑一声 你们学校今年的体检 我赞助的 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既然如此 您不觉得您 对我这个女儿的态度 有些冷漠了吗 是吗 他沉思了片刻 不觉得 我偷偷在旁边翻了个白眼 也许你说的对吧 不过说实话 我对你这个 从来没有相处过的 趁着红绿灯的功夫 他斜眼瞥着我打亮了一眼 资质也平平的女儿 确实没有神妖兴趣 我愤怒地握拳 好不容易有个人冒出来 说是我亲爹 一见面就人身攻击算怎么回事 哦是吗 你也和我想象的爸爸的样子 相差甚远 难怪我妈瞧不上你 这不对回去 我白进的辩论对 他倒是笑起来 笑了一阵才正色道 这样看起来 还有点像我的女儿 说正经事 我要你帮我个忙 你说 帮我把你妈追回来 哦 做梦 这下轮到他紧握着拳头 咬着后槽牙 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有好处 比如呢 给你安排相亲 我一个腾挪 往后退了退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这叫好处 不说跟我修复妇女关系 上来就催婚不合适吧 他凉凉地瞥了我一眼 段氏集团最帅的那个小少爷 好像还未婚配 听说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现在也开得挺好 嗯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前两天 那个热播剧里的心静小生 好像来我们家吃的饭 他摸了摸下巴 平静地看着前方 好像在唠一些日常闲话 我惊呼 哦对了 邻居家儿子 好像是国家基建队的 这两天正回家休假来着 那孩子又高又帅 很有礼貌 既然你不感兴趣 那就算了 爸 我本想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又怕影响他开车 只好一巴掌拍在椅背上 相不相亲不重要 我资出深情款款的笑容 主要我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成交 帅爹露出一个 一切尽在掌握的微笑 作为长久战略合作伙伴 我给你一套房子 再给你配个管家吧 今晚到任 负责你的人身安全和日常起居 这多不好意思 我无嘴娇羞一笑 我要一百八十五 八块腹肌 空手到黑带 长得能出道 有绅士风度 脾气还好的那种 谢谢 帅爹狠狠翻了个白眼 不理我了 车缓缓开入一片别墅 哦不 应该说庄园林立的豪宅区 我两眼放光 看着窗外 哇 这个设计好心派 屋顶还有无边泳池 我瞄一眼帅爹 它目不转睛地开了过去 我转过头 继续期待 哦 那套美式小洋楼也好美 绿纸郁郁葱葱都溢出来了 那套忠实园林的造景 也太精致了吧 也不是 帅爹开着车器 定神闲地越过一栋 又一栋房屋 最后在尽头一处 巨大的庄园前停下 我嘴张得能吞下一个鸡蛋 帅爹长腿一卖下了车 非常绅士地绕过来 为我开了车门 我蹦跋地跳下来 看着眼前气势恢弘的庄园 赞叹不已 这气派又有气质的建筑 这整齐翠绿的树墙 这隔着栅栏 都能欣赏到的造景和水系 我颇为期待 看不出你老人家还挺有实力 我住这里哪一间 你误会了 帅爹优雅一笑 指了指道路另一边一栋小洋楼 住这里 我满头黑线 这栋小洋楼也挺精致 但是在旁边这座庄园的硬衬下 实在是不够看 看出了我的怨念 帅爹撑着车门笑 怎么 很失望 没有 住哪倒是无所谓 咱就是说 你停车精准点 驾驶别拿那么大行吗 刚我要是跑进去了 不被保安插出来 我没好气地吐槽 不会 帅爹又坐上车 悠悠然准备往那座庄园开过去 因为我住哪 我彻底猛了 赶紧三两步冲过去 扒拉住车门 啥意思 你不是接我人家门来了 帅爹露出一副 比我更猛的表情 你都上大学了 还想和家长一起住 哦 说得好有道理 这座宅院是我为你妈妈建造的 也希望我们的二人世界 不被任何人打扰 所以买了那个小院子给你 你自由我也舒服 还有问题吗 帅爹理直气壮地指示着我 还有一个问题 说 我怎么进去啊大佬 我插腰无语 你对亲生女儿这般冷漠无情 甩包袱的态度 很难不让我质疑你 到底是不是能给我妈幸福的暖男 帅爹眼皮一抬露出高冷犀利的眼神 门锁是面部识别 你不喜欢自己在设定 车库停了一辆车给你代步 车钥匙房产证零花钱的银行卡 在一楼客厅桌上 管家两小时内上门 你想要走读住校回家 任何手续让管家帮你办 需要做饭打扫修剪滤职 把门上服务牌翻个面 主宅会有庸人过去打理 这样够暖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愣愣看着他 连珠炮似的吐了一长串 感慨中国说唱界 痛失一名人才 不够暖但没问题 我微笑帮他带上车门 晚安 高冷爹 我欢快的一路小跳 蹦进了我的小洋楼 进来才发现别有洞天 房子有三层 室内是北欧混合日式的 原木简约风格 最难得的是 院子后面有一红温泉 用岩石和木材 在大树下建了一座汤屋 热气鸟鸟 我一把捂住心口 这不是我人生至高的理想吗 迅速在屋子里溜达了一圈 到惯喜室摸到崭新的浴袍 立马奔向我的小汤屋 泡在温泉里 喝着冰箱里拿出来的气泡水 我长叹一声 真是富贵迷人眼啊 正当我泡得迷迷糊糊 昏昏欲睡的时候 门铃响起 我裹上浴袍 准备去看门禁 却昏头昏脑地 先跑到了客厅门口 于是我就直接隔着围栏 看到了来人 个子很高 在门口如同月亮般明亮的 入户灯下站着 浑身洒落脚急的光 戴着金边眼镜 长身玉丽的样子 仿佛中世纪的贵族王子 看见我他轻轻笑了下 我的心重重 狂跳了好几下 请问你是 我混沌的脑子 这一刻才缓过进来 你好 我是你的管家 他扶了扶眼镜 眉目舒展 似东洋春水 24小时随时待命 我一瞬间呆住了 我这个爹也太夸张了吧 我随口一句玩笑话 居然真找来这样的管家 长成这样来做管家 岂不是在竹林清风 煮螺丝粉 在流伤取水里飘豆汁 实在是罪过 见我呆若木鸡 眼前的男子寒养极好 只由做事扣了扣门 拉回我的思绪 轻笑着出声 请问我可以先进去吗 我像植果多了皮的粽子 慢吞吞一过去 还警惕性颇高地 保持着安全距离斜着他 空口无凭 你如何自证身份 他又浮了浮镜框 微微抬起头 我才看清楚 他眼睛狭长 眼神慵懒又锐利 似寒云弄水的龙舟雾气 又仿佛可以看透你的内心 此刻他眉目带着笑意 春风和煦 小姐有防备意识是应该的 这样我也能放心许多 听听 这话说的 知道的是说 他自己顿感工作量骤减 不知道的还 以为他暗恋我呢 说吧 他长臂一身 从围栏上面 递过来一打文件 这是我的简历 和林总的合同 还有林总让我拿过来的 亲子鉴定报告 我两步过去起脚接过文件 随手翻了下 阎峰 186 嗯 不错 滕孝背景海归硕士 我嘴角抽了抽 想不到现在就业形势 已经内卷至此 滕孝硕士都来做管家了 一瞬间觉得 眼前的人生道路灰扑扑的 十分没劲 请进 请随意 没精打采开门 把他放进来 我拖着脚步往里走 小姐似乎有些失望 他长腿一脉 跟上我的步伐 不远不近跟着我 是我哪里不讨小姐喜欢吗 我转头 这位大哥说话 怎么阅人得很 没有 我撵出一个社交微笑 不过是一个独立事业型 你强人的心碎十分罢了 失魂落魄的我 趴在云朵般 软绵绵的大床上 愤怒地按着手机 阎峰轻轻敲了敲我的房门 我打开门就看见桌上 放着热腾腾的牛奶和汤水 阎峰绅士地为我拉开椅子 折指桌上我打开了 就一直对着干瞪眼的电脑 另外 小姐的作业我已经校对过了 小姐功课很好 基础很扎实 原稿不需要改动 我复制了一份单独校正和完善了一下 做了改动的地方 我都添加了批注 小姐可以选择性保留 正咬着一口糕饼的我 如同一只八音盒 满脸复杂地缓缓转过身 管家居然还提供这种服务 如果小姐需要 我可以全程陪同您上课 加上课后辅导和考前突击 保证小姐成绩全优 她倾勾唇角 露出完美的涉人心魄的温柔笑容 别 你都说是毕业了 大才小用了大哥 我吃完最后一口糕饼 起身脚拍了拍她的肩膀 少年人答应我 停止内卷的行径 给后面的学弟学妹留一点活路 第二天早上 她开车把我送到校门口 老远就看见洛洛 像枝吊长了脖子的额四簇张望着 我一下车 她立马撒鸭子冲过来 拽住我 你当真飞上枝头 翻身浓浓得解放了 她一转头 看见驾驶座上的阎峰 阎峰轻笑 对她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她嘴和眼睛同时张圆了 看向我 这位是 管家良的字对于我 实在是太过资本主义 讲不出口 还没等我想好怎么回答 落落一拍手掌顿物了 哦 我懂了 这肯定是你订了娃娃亲 未曾蒙面的未婚夫 我被她的脑洞噎住了 该不会你老爹 急忙把你找回来 是为了让你去替价联姻的吧 你是不是还有个底解 我满脸无语地看着她 你小说看太多了吧 都看差频道了 我颇有些不好意思地 偷偷瞥了阎峰一眼 她没眼相带笑 没有丝毫被冒犯的样子 眼眸亮亮的 像一红被风搅乱的春水 我莫名其妙地脸红了一下 放学我来接你 她看着我说 顶着落落业余八卦的眼神 我拽着她陶冶式地溜走了 今天的课都是学校 因为严厉闻名的段教授的课 是以虽然大家都时不时 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但是都很克制 我们选了靠墙的位置 落落主动坐在外侧 为我挡住了大部分探究的眼光 下午只有一节课 下课我和落落结伴往外走 走到学校林音道 便看见不远蹴大树下 赫然站着昨天的求婚男主 绝良舟 我抽了抽嘴角 面无表情准备走过去 然然 落落本来拉着我的手猛地一紧 吃笑一声 哪来的狗在乱叫 我拍拍她的手背 如狗了 走吧 然然 梁舟上前两步 挡在了我的左前方 我没忍住翻了的白眼 尽量克制 让语气听起来云淡风轻 哟 这不是梁大才子 怎么 你在这里堵我 不怕你的萱萱女神吃醋啊 然然 她有些脑 我知道是我对不住你 我也会想办法尽量弥补 没想到 你会演这么大一出戏来气我 冒充财阀女儿 你有想过 后面要怎么收场吗 谎言终究是谎言 我和落落的表情像艺人 喝了一个飞鱼罐头一般 一言难尽 认识这么久 我才知道这哥居然如此朴信 我偷偷摸出手机 给颜峰发了个信息 找我爹借辆拉风的车速来 收起手机 我抬头看着他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一直都是真的 只是不愿表露出来罢了 我想起了帅爹昨天的话 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另外 我一直想找一个 不因为我爹是谁 而只因为我是谁而爱我的人 你没有通过我的考验出局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他猛地上前一步 吓得我和落落 连连后退了好几步 安然 别演了 你根本不擅长撒谎 我和你一起 勤工俭学朝夕相处 难道我一点蛛丝马迹 都没看出来吗 因为你眼睛瞎呀 落落实在听不下去了 怒对一句 搞清楚 抛气然然 让他被全校看笑话的人是谁 现在在这装什么 我为你好呢 我说了 我做错的 我会弥补 说一个谎 就要用无数个谎来补 毕竟在一起过 我不想看着 冉冉泥足身陷 不得不说 梁州这个皮象孩 是很蛊惑人 说起话来 显得诚恳极了 若你还有半分良心 就不要再提在一起过 这几个字 我冷冷看着他 摘上你这样的小人 算我走夜路掉沟里了 这是我的耻辱 不要当做你的荣光 说完我拉着 洛洛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默默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走到校门口 红色的跑车 如一条火龙呼啸而来 停在我们面前 在下午的阳光里 格外地亮眼 阎峰长腿一脉下车走过来 为我们打开了车门 我抬手一把拦住 洛洛的肩膀 走 洛洛 我送你回家 跑车重新发动 发出低沉的轰鸣 我从车窗 瞥了外面一眼 一直跟着我们的梁州 站在校门口的石阶上 站成了一座雕像 回到家 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整个小楼 仿佛笼罩在金黄的蜜堂里 我索性抱着笔记本 在廊下坐下 准备先搞定今天的作业 没等我敲几个字 洛洛的夺命连环 call就来了 什么情况 这么快就想我了 我没正经地业于他 然然 快上校园论坛 他上气不接下气 一边喘一边焦急催促 好 我这就打开你别急 我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顺势点开 校园论坛的链接 干 我没忍住脱口而出 校园论坛的首页 飘红加粗 出现了一个人气暴帖 标题赫然写着 国贸灰姑娘 安然山姬变凤凰 是隐藏千金孩子 是sugar daddy 我紧咬着后槽牙 挤出几个字 到底是谁干的 看这照片 是今天校门口拍的你吧 洛洛仔细研究了一番 难不成是梁州 都有嫌疑 它最大 我往下翻看到 帖子里那张照片 精妙的角度 完美的时刻 看得到我上了跑车 看不清阎峰 也看不见洛洛 我握紧了拳 本来今天是想 让迷之自信 觉得拿捏了我的绿茶楠 梁州看得清楚明白 没想到 居然还能惹出后面这一出 实在是人心难测 外面风大 一条柔软的绒毯 劈在我肩上 我回头延峰 微微侧着脸 屋檐露出来的夕阳 运在它的发烧耳阔 有别样的温度 它单膝跪地 为我劈上绒毯 又转眼看了一眼 我的电脑屏幕 它沉默了一瞬 在开口 声音有些冷 我来处理 你不用担心 说吧 它安抚地 按了按我的肩膀 正要起身 我一把拉住 它的手臂 我觉得 舆论就像治水 堵不如书 我看着它的眼睛 小姐的意思是 它回望着我 眼睛像春日里的碧水 秋松上的琥珀 令人忍不住 温柔深陷 我鬼使神差 想起落落早上说的话 要不你假扮 我的未婚夫吧 它错愕了一瞬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头 就是那个家族联姻 不得不嫁 只好被长辈压着 先相处啥的 然后陪我去学校 溜带两天 她恢复平静 眼角也带上笑意 好 答应得这么快 我是没想到 我舌头打结 把后面准备游说 她的话吞回去 那个 你要是觉得勉强的话 不勉强 她微微俯身 凑得离我更近了些 笑意更甚 千千万万个好 既定下了策略 做戏 自是要天衣无缝 我在房间里 闷声捣鼓了两个小时 自信满满地把一大碟资料 潇洒地甩在阎峰面前 她正坐在餐桌前翻着一本英文杂志 看到我秘密 麻麻写满了 Plan ABC的各种资料 愣了半天 才拿起来阅读 小姐这是 安然正清白 才小人绝密计划 一点灵草案板 我骄傲地扬起下巴 她肉眼可见的无语 我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勾着脑袋盯着她 活像一个做思想工作的热心大姐 少年人 我们的人生信条应该是 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到尽善尽美 不做好周全的计划 怎么成功 怎么迈向辉煌的人生 我自顾自开始进行一些思想的统一 回过神来才发现 我们距离太近 她的目光又太过灼人 本来心无杂念的我 莫名修难起来 小姐说得对 那我便照着做便事了 她体贴地一开破人的视线 低下头 开始仔细阅读我写的脚本 我知道短时间让你接受 这么大信息量 比较强人所难 我拍拍她的肩膀 唯以重任 但是当豪门 这是我俩都没经验 所以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她抬头看向我 我对她点点头 捏了捏拳继续游说 你可是名校硕士 我相信你 她扶了扶眼镜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点点头 那小姐 我们从哪一块先准备 我护得站起来 把资料翻得哗啦啦的响 翻到第三页点了点 首先 自然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外在形象 我拖着下巴夺来夺去 虽然你已经很帅了 但是我们要的效果 要贵 是轻贵 金贵 她点点头 示意我继续 这个问题交给我帅老爹来解决吧 没得让你还贴工装费的 打工人懂打工人 将心比心 我实在是一个好领导 好的 我一会儿去找林总帮助 她效益更盛 我欣慰地点点头 看 员工关怀使人快乐 第二点 可能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毕竟我塑造了一个你对我 情根深重穷追不舍的背景 所以我拜托了洛洛 帮我总结了下 我日常的习惯和喜好 我感觉自己有些不要脸 难以启齿 十分艰辛地说了这些话 小姐 这是作弊 她声音沉沉 我颇为不好意思 赶紧摆手 哎呦 这个看得大概就行 毕竟明天会遇到的 都是我已经相处了一年的同学 如果在细节上露了线 就犯不上了 没等我说完 她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来 我是说 距离太近 她眸光清澈 眉目舒展 看得人心里欲贴极了 你的喜好 心意 本该由我用心观察 慢慢摸索的 可给了我这个 她摇了摇手里的资料 是帮我走了捷径 这太便宜我了 我会觉得愧疚 啊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 这简直卷王之王啊 居然有人会说 老板你给我标准解题思路 太便宜我了 你就该让我不停碰壁 不停摸索 可不能减少我的工作量啊 呃 没事 也不必太努力 职场有捷径 不走白不走 我震惊到 说得吞吞吐吐 这个只能给我 她居然又往前一步 距离太近 加上她太高 令人世袭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我忍不住往后退了半步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她这句话 竟有些上位者命令的气势 哦 本来就是写给你的 我萌萌地点头 她这才往后退开 又恢复那种温文清冷的感觉 我会仔细阅读的 小姐早点休息就好 她坐回桌边 重新翻台资料 我脑子一团糊 一时之间 竟然不记得自己 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不必担心 见我呆呆站着 她对我扬起安心的笑容 明天一切由我 第二天一早 我就对着一桌子 叫不上名字的 名贵化妆品开始鼓道 好不容易鼓刀出个样子 落落地夺命连环 call又开始了 我接通电话 拼筒里传来美外放的声响 安然你怎么回事 机会是要等的 时机就是关键 你还不来学校门口埋伏 怎么抓住一击之敌呀 我匆忙套好外套 拿着包提着书本 歪着头用肩膀夹着手机 风风活活跑出房间 哎知道了 来了来了 今天天气极好 天空清透的 没有一丝云彩 清晨的阳光 澄澈明亮 刚从房间里出来 我还却有些 不是印外面的光线 微微眯起眼睛 小院外面有 低沉的引擎声 靠近又静下来 接着是关车门的声音 我使劲睁开眼睛 看见一个人 从车上下来 手里的书本 哗啦啦落在地上 门外停着一辆 低调的麦巴赫 一个高大阴挺的 男子傲慢 又优雅地下车走过来 她戴着金边眼镜 穿着一套 极为预贴 极为讲究的黑色风衣 里面高领毛衣 柔软又有质感 眉眼凌厉又舒懒 明明轮廓那样硬朗 阳光落在她发烧 却暖融融的温柔 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高傲又金贵 冷淡又温柔的割裂感 我愣在原地 站了半天 目光始终在她的身上 移不开 看着她走进来 微微俯身 拾起我掉在地上的书本 发稍微动 又离得很近看着我 就像开了慢动作 你 阎峰 我这才回过神来 深深恥于自己的没出息 挠了挠头 老脸通红 想不到平时 你就很玉树临峰了 打扮一下 更加人母狗样 哦不 像模像样了 她微不可查地 抽了抽嘴角 电话那头洛洛还在催促 我赶忙回了她一句 马上就来保持联络 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走吧 未婚妻 她接过我的包 拉着我大步往外走 我蹦跳着 跟上晨光明媚 我心下突然一片晴朗 走 我们一起大杀四方 低调地迈巴赫 优雅丝滑地 停在校门口停车场 落落在电话里压低声音 三点钟方向 学生会那帮爱贤柯牙的结伴来了 另外 我帮你 拖着校园论坛管理员 素来 得令 我整理了一下头发 背起包 怒气冲冲地下了车 使出我最大的力气 带上车门 砰 附近众人纷纷看来 带着明显的不满 回头率20% 我蹬着小皮靴 走得脚底生风 眼看着快到校门口正中心 视野开阔一览无余的位置 阎峰赶上来 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 我顺势转了半圈 甩起我精心卷了半天的头发 露出优雅的薄梗线 你放手 一声吏喝 周围人的目光 刷得投射过来 回头率80% 那个是不是安然啊 什么情况 这么抓马 看看 不错效果很好 就是突然面对这么多目光 有点不好意思 我感觉脸开始热起来 前天你爸告诉我 终于找到你了 我高兴坏了 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看看我 阎峰拽着我 又把我往他的方向带了一步 他眼眶微红 眼里隐隐有水光 又倔强地克制回去 满是受伤心碎的意味 影帝呀 我在心里不停地给他鼓掌 这什么大帅哥 甘做甜狗的悲情戏码 真的好帅 我都心疼了 这段戏一出 经过的所有人都驻足看着我们 嗯 回头率100% 强扭得瓜不甜 我会和我父亲说清楚 解除我们的婚约 我把父亲和婚约两个词 咬得分外清晰 前天那真是他吧 那论坛黑他的人也太缺德了吧 不确定 再看看 我竖着耳朵 留意着周围的动静 满意地抿了抿嘴 你等着 我绝对不会放手 延峰捏了捏我的手腕 我赶紧控制住自己的表情 他眼里隐隐有些疯狂的亮光 像碎冰里生出的火焰 点到为止 再演戏就过了 我一跺脚 扭头往学校里走 他一步一驱 跟着我进了校园 第一场戏过 管家大人 看不出来呀 唱念作答 样样精通啊 走到没什么人的临音道上 我立马给延峰竖了个大拇指 彼此彼此 他勾了勾唇脚 洛洛赞叹不已地跟上来 你俩真牛啊 这戏穷瑶阿姨看了 都要直呼内行 我打听一下编剧是谁啊 我得意的白白手 当然正是不才在下 安然 我认识你这么久 才知道你这个人这么恶心 能写出这么酸的台词 我拍了他一下催促道 走了要迟到了 你帮我盯着点论坛 我俩得随时准备入戏呢 老话说得好冤家路窄 还没等我们到教学楼下 老远我就看见迎念走来的方向 梁州安前马后 跟着大内总管一样 跟着朱萱萱 我转过头看了眼 同样帮我提着书包 却显得从容绅士的言风 忍不住摇摇头 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对方显然也很快看见了我们 我本意不想与他过多扯皮 没想到擦肩而过时 这位大哥不知死活 阴阳怪气地开口 这么着急 找个演员来邓青 着急忙慌的样子有些可笑 你心虚啊 我转过头 冷冷撇着他 怎么说呢 还是用羞辱造谣女生的方式 来获得存在感的自卑 比较可笑吧 看着他眼里 闪过一丝不自在 沉默不语 我冷笑一声吃到 怎么不说话 你心虚啊 梁州的脸青一阵红一阵 几步之外 朱萱萱已经回头 投来质寻的目光 没等他再开口 阎峰已经上前半步 和我并肩站在一起 然然什么都好 就是眼光差了点 他目光冷立 没有一丝情绪地注视着梁州 然后转头看向我 一脸真打我没办法的样子 揉了揉我的发顶 也是 你这么善良正直 最容易被这种温柔皮囊 却满腹心机的男人骗了 我和洛洛齐刷刷 打了个寒战 一直到坐在经济法教室里 他还在拽着我摇耳朵 真的 明年金马奖梅 你俩我不看 我连忙示意他晋升 大姐 这可是第一排 快别聊天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第一排啊 到底 他摊手 我神秘一笑 我的特别设计来了 我们阎峰可是法学硕士 经济法老师 又是出了名的爱提问 来蹭课的脸生的学生 安然未婚夫学霸 安然有眼光有内涵 这就是知性恋的世界嘛 今晚校园论坛的热门话题 我都替他们想好了 我低头躲在书本后面 嘿嘿笑起来 阎峰不明所以地 看了我一眼 结果我满心期待看着教授 狐疑地扫了阎峰一眼 又看着阎峰的笔记 写过去一页 又翻过去一页 一直到下课 都没等到教授提问阎峰 我灰头土脸地往食堂去 落落一本正经地摇着头 安然的今日高光时刻减一 哎 锦夜行 没意思啊 阎峰看着我的神色无奈地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执念太深 反而不容易事事顺意 我苦笑 罢了 本来只是防备着被提问 是我太着急显摆了 走干饭去 下午是高树大客 和隔壁金融戏拼着上 我和洛洛刚进来 就接受了目光的洗礼 大家叽叽喳喳地大声讨 论变成了细细酥酥的小声讨论 这场面活像村口大爷大妈茶话会 我俩敲眉声找到了 角落后排的位置消停坐下 他才拉了拉我 你们家影帝呢 他说有点事 一会儿来 估计上哪打电话去了 姓梁的那奴才 可在那前面陪着他女神呢 你整这么低调干啥 洛洛用眼神示意我往前看 高树富老头最佛系 又最不爱提问 问题不大 主要梁州计算机系的 跟他比这个咱吃亏 田击赛马知道吗 我老神在在地分析 教室越来越满 渐渐等得有些不安的时候 只听见后门那边一阵骚动 我回头只见 延峰信步走进来 一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明明是很日常的样子 却把一切纷乱吵闹 变成了背景 烧仙草 多味葡萄干和花生 牛皮纸袋放到我面前 它坐在我身边 慢条丝里地拆着吸管 你说的有事 就是给我买甜品啊 心里突然有些 说不出来的意味 我低声问 这难道不是正事 它帮我插好吸管 又用纸巾包好才递给我 据说你上大课 不喝烧仙草会打瞌睡 这种细枝末节 你都记下来了 你说的 要么不做 要么尽善尽美 我俩在一边叙叙叨叨 隐约感觉 身边有强烈的怨念 越燃越烈 落落的幽怨如有实质 现在年轻小情侣 都不背人了是吧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严峰连忙拿出了另一杯 落落老师的 还真是你的口味 我盯着杯子上的标签 下巴都掉桌上了 赶忙从包里找出计划 一通狂翻 昨晚忙着写前面的资料 都没顾上 现在仔细一看才发现 落落在我的习惯 后面都用 小一号的字体 打上括号 写上备注 安然上大课 必须要喝烧仙草 口味 此时安然必须和她的闺蜜 落落 分享不同的口味 落落常喝的口味 我瞳孔地震 这都行 她抬了抬下巴 得意一笑 我又转过头 你全都背下来了 严峰握拳 放在唇边清了一下嗓子 我做了些功课 据说这是新型婆媳关系 须得细心经营 搞不定闺蜜 就讨不到老婆 落落凑过来 一副如此可叫的样子 倒数第四排 那位男同学 这提你来回答一下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整个教室的目光 都投射过来 正聊得火热的我们 这才发觉不对 我伸出头看了一圈 倒数第四排 好像就一个男生 不就是严峰吗 完了完了 我脸刷得红了 这下射死了 完全没在听 落落低头侧过脸 焦急的小声问 国外法律戏学高数吗 我假装聚精会神 看着书本 满脸崩溃的 从牙缝里挤出话来 不知道啊 教室里一片寂静 每个人都竖着耳朵 探究的 吃瓜的 幸灾乐祸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扫过来 阎峰站起身 骨节分明地 修长手指 随意地按在桌上 当得绝对只小于一时 锁给密集数收敛 声音不疾不徐 娓娓道来 我悄悄抬头看着他 他扶了扶眼镜 侧脸轮廓分明 目光专注 顾锁给密集数的收敛欲为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教室里比刚才更安静了 很好 回答结束 台上头发花白 慈眉善目的高数 副教授满意地点点头 这位同学的学号是多少 副教授拿起点名册 准备加评十分 我若若举手站起来 抱歉副教授 这是我的未婚夫 他陪我来上课 原来是安同学的家属 副教授露出一头雾水的表情 我怎么记得 之前你和梁同学是一对来着 教室里不知道谁 发出了一声兴奋的怪叫 我偷偷看了一圈 每个人都满面红光 仿佛吃瓜吃多了 个个都憋得下一秒就要喷出来 您说笑了老师 我皮笑若不笑地哼哼了两声 瞥了一眼 坐在前排缩着脖子僵住了的梁周 用平静的语气叙述 梁同学胸怀大志 是做一飞冲天的灵霄花 我只是一个想脚踏实地 搞学习的普通学生 怎么可能和梁同学有什么交集呢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声细血的口哨 教室里居然响起掌声 哈哈 傅教授倒是颇为开明 烂呵呵 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又看着我 脚踏实地是好事 你和你家属强强联合都很优秀 好好坚持吧 请坐 我一副裙摆 如同一个打了声仗的将军坐下来 高树就是一门脚踏实地 又神秘莫测的学科 相信大家学进去了 就能发现高树变幻无穷的万千世界 傅教授继续讲课 接下来就是安静的一节课过去 虽然整个教师的气氛有些躁动 好歹没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下课领响 洛洛凑过来 燃姐 下一场怎么安排 我要去校工围打工 我背起书包 啊 她一脸懵 啊什么呀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该打的工就得打 我推着她往外走 洛老师赶紧回家吧 安然 你什么时候思想觉悟这么高了 这个逻辑 我还是想不通 加分还没到手 哦 通了 她跟我们挥挥手 转身往校门口去了 我拽了拽延峰 走吧 打了一天的舆论基础 现在该去解决问题了 校工委的工作 说起来也不难 主要是琐碎繁杂 很多人不愿意做 我和她配合着整理和装订完一本工作台账 其他人才陆续赶到 不出所料 梁州的好哥们 兼师有张图 一看见 我就没忍住 哟 千金大小姐还打工呢 可真会作秀 我头都没抬 手上整理的动作 行云流水 哟 几天不见张同学贵人多忘事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整理好一打资料 递给延峰装订 走到张图面前 我先是安然 所以做安然该做的事 有问题吗 张图抬头看着我 满脸写着不服 不像张同学 除了梁州的室友 校论坛的小管理员 张同学可还记得 自己兴盛名水良知何在啊 我愤怒的一把 拍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居高临下服侍他 你是指昨晚的帖子 发帖自由 更何况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张图梗着脖子瞪着我 发帖自不自由 且不论 我的澄清铁秒山 是你做的吧 为我说话的评论 通通删掉 也是你做的吧 我站直身体 冷冰冰地 用下木线 撑着他 你说发帖自由 又凭主观想法 审判是非去左右言论 你也配做管理员吗 在吵什么 校公伟的老师 皱着眉 一脸不悦地走进来 我眼尖地看见老师身后 校论坛的霸主 一起走了进来 老师 我合理质疑 有人傍污蔑我 而张图同学 协助删帖控屏 左右舆论 请老师帮我调查 你凭什么说是我做的 张图获得站起来 我转头看向霸主 不卑不亢地请求 学长 我知道管理后台 都可以看到处理记录 拜托学长 帮我查阅一下记录 便可以知道 是不是有人公器私用 张图 你有没有吗 删掉记录 也可以从工作日志 还原的事情 你自己说 不要说谎 一旁站着的老师 严厉地瞪着他 他翻了的白眼 撇过头 没有说话 我冷哼一声 不想多做纠缠 转头看向老师和霸主 老师 学长 我认为论坛 不该是谢私奋 污名化 其他同学的工具 每一个人的名誉 都很重要 老师点点头 霸主有些尴尬 脸上一阵阵发白 一直站在我身后 半步的延峰 走上前来 扶住我虽然气得起伏 但是依然 崩得笔直的肩膀 根据刑法第246条 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 公然侮辱他人 或者捏造事实 棒他人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 他抬手递出一张名片 从我的角度看 在夕阳下有些反光 只隐约看见 好像是三个字 我满腹狐疑 此刻也只能 先按下不提 删除棒铁 置顶道歉信 以及开除这个人的管理职务 这是我们的诉求 严峰一向温润的脸上 满是肃杀 谋光如剑 否则 我们只能采取 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了 众人尽若寒蝉 老师若有所思 当然 严峰扫离圈众人 只要大家能秉公处理此事 还我未婚妻清白 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 我也乐于帮忙 那今日讨扰了 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质疑 和抗辩的地方的话 随时联系我 我们就先回去 等你们的调查处理结果了 严峰拍拍我的肩 我转身跟老师打了个招呼 老师 这两周的工作台账 我已经整理好 放在办公桌上了 那我先走了 校园里已经没有大批涌动的人潮 我和严峰漫游游往外走 我伸了得懒腰 浑身说不上来的舒畅 你真是律师啊 已经实习过职业了吗 他点头 一回国就实习挂政了 唉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名片 我怎么看着 好像是三个字 他的表情 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却很快消失 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 哦 没准备 正好有张之前实习的 律所前辈的名片 我就拿来顶了下 回头跟他打个招呼就行 哦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又说不上来 索性不响了 我趴在沙发上 悠哉悠哉刷着校论坛 帮我的高楼已经删除了 明晃晃的大红字 飘在置顶上 致安然同学的道歉信 我满意地品读了一番 又往下刷了刷 零星几个帖子 都在讨论我和严峰今天的事 有两三个帖子发的抓拍图 居然颇有水平 看起来郎才女貌 赏心悦目 看来我的颜值确实抗大 正美着电话突然响起来 我拿起一看 是我老妈 我接起来甜蜜蜜的音声 妈咪 滚 哦 我妈还是一如既往如此冷酷 听说你恋爱了 我大叠眼镜 听谁说的 您在我身边还有线人呢 看了眼你们学校论坛 哦 你听我解释 不听 明天周末带回来 电话挂断了 我无脸 这都叫什么事啊 车行使在高速上 我和严峰都异常的沉默 我实在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不好意思啊 大周末还让你出差 我对小姐本就是随叫随到 她眼里着浅浅的笑意 主要不想让我妈知道 因为梁州而起的这场风波 怕她听着来气 不然我昨天就跟她解释清楚了 我倚靠在椅背上 看着她下河线紧绷着 有些异于平常的不自然 你怎么了 是不是没休息好 没有 她手指轻点着方向盘 我只是有点紧张罢了 我从后座扯了带零食 紧张个啥 我妈这人很热情随和 很好相处的 然后我们刚进门 就见我妈一身空手道服装 站在客厅中央 铁骨蒸蒸 对着严峰啪的抱拳 冒犯了 请赐教 妈您认真的吗 空气都凝制了 我妈一个 垫不上前一发突击 严峰连忙抬手 用手掌隔挡住 拎着的礼盒里 趴拉掉了一半 我瞠目结舌站在旁边 一时之间不知道 该当裁判海 是该拉架 我妈眼睛一亮 转身一个回踢 好家伙 另一半的礼盒 也掉了一地 我一边心疼地捡着礼盒 一边缩着脖子 看着场上乱飞的 拳风腿风 严峰步步隔挡 却一不敢还手 二不敢用力 应对起来 束手束脚 小心翼翼 啪 又一记踢腿 我小心肝都跟着颤了颤 眼看着严峰连连败退 都快被逼出门外了 我咬着牙 硬着头皮 探出半个身子 安女士 您这代客指导 是不是有些不太礼貌啊 安女士一记眼刀扫过来 这就护上了 我描怂 不是 您别踢坏门口的鱼缸 刚养出点鸣汤来 安女士一下子顿住了 下一秒脸色突变 啊 你怎么不早提醒我 我的苏珊娜和洛飞宝贝 边说边跳着小碎步 以溜烟蹦到门口 看她的鱼去了 我无脸 有点丢人蛋不多 严峰头发有一丝凌乱 愣愣看着安女士的背影 有点错愕也不多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 林董一直对安阿姨念念不忘了 她失笑出声 有安阿姨这么可爱的妈妈 难怪小姐也这么可爱 忍不住打了个机灵 大哥 你这是夸我们 还这是阴阳我们呢 我抬眼看她 一下子住 我居然在她的眼神里 看到了一丝宠溺 这位大哥 不会假戏真做了吧 吃饭时 气氛就和谐多了 安女士摆一盘香喷喷的 香菜猪肝和一盘香春拌豆丝 放到我面前 热情洋溢地招呼我 好几周没回来了 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快尝尝 闻着一阵阵飘来的猪肝味 我一阵阵犯恶心 我一脸黑人问号 我最讨厌吃猪肝了 安女士 这什么路数 严峰笑得像那春风春水 温暖和煦 结果我妈手上的菜摆好 又帮我妈拉开一背 请我妈入座 然后才不动声色的 把我最喜欢吃的糖醋小排 和我面前的香菜猪肝 调了个个 我恍然大悟 感情在这无声的时刻里 安女士的面试已经开始了 这两个八百个心眼子的人 已经在我面前 进行了一轮交锋 还好之前闹那一出的时候 有给她突击培训过 还没等我舒口气 便眼见着安女士 露出了一丝满意的微笑 然后调整了一下坐姿 我心里警铃大作 不好 这是安女士专用 推理问询形态 身高 186 哪里毕业 耶鲁法学院 果不其然 面试官开始了 连珠炮式的攻击 应试者对答如流 从容应对 电光石火间 已经对战了好几回 蜜月旅行 打算去哪里 请简述你的婚恋关 停 我拍案而起 两人都被我吓了一跳 目光齐刷刷地扫射过来 可以了 先吃饭 我姗姗坐下 堆着以何为贵的笑容 赶紧申请休战 吃完饭 天色已晚 安女士把我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 满脸慈祥地欢迎阎峰入住 看来这第一关是过了 阎峰自告奋勇去洗碗 我赶紧跟去帮忙 在出来时 只见安女士站在阳台上 望着万家灯火出神 我走过去 关上阳台的门 安女士回头看我 叶峰聊起她的发烧 有一种颓唐的美感 是不是你爸找到你了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 您怎么知道 就说呢 这么优秀的男生突然看上你 这不是骗子 就是杀猪盘 我瞬间乍毛 您这是什么话 我难道不是你最优秀的小宝贝了吗 再优秀的两个人 也要遇见了才能相爱 你才刚上大二 她硕士毕业已经工作 要不是有些特别的机缘 你俩怎么认识 有道理哦 我摸着下巴点点头 身以为然 你爸过得还好吗 她有些不自然地一开视线 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我看她挺好的 看着她的神情我心念一动 想了想干脆打直球 她拜托我 帮她把您追回来 她噎住 眉梢一扬 说不出什么表情 半嗓才瞪着我 所以你答应了 嗯 我弱弱地回答 你这就把你妈出卖了 她的音调高了八个度不止 怎么叫出卖 我当然是以老妈的幸福为第一 我连忙澄清 凑到安女士旁边 浮在栏杆上 看向远方 昨天我去见我爹 告诉她 我今天要回家 我说 我会向您问清楚 您当年到底为什么离开她 如果她做了任何伤害您的事 我都绝不会帮她 老妈看着我的眼睛 转身点了一支薄荷盐 我凑过去 所以到底是因为 连音 我奶甩了五百万给你 她无语地白了我一眼 一天到晚在看什么 在越来越浓重的夜色里 沉默蔓延开来 楼上楼下有锅碗 碰撞的烟火器 暖暖的让人安心 过了好一会儿 她终于开口 她还在墙堡里 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另娶了夫人 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往事 我心里一沉 她是他们家最不重视的一个孩子 永远懂事 永远让着弟弟妹妹 她辛苦一步一步经营着 想获得家族实权 想让所有人 记住自己早逝的母亲 想成为母亲的骄傲 只见一点火光 印在安女士的眸底 忽明忽暗 她憋着那股劲 憋了很多年 然后就遇见了 当时正摇滚中二文青的我 我们曾经也很幸福 她的继母很厉害 很早就发现 我俩在一起 为了让自己儿子继承集团 确实没少从中作梗 就在你爸终于要熬出头时 他给你爸求来了高门家族联姻 我握紧了拳头 手心里都是细密的汗 要么选我 把父亲和家业拱手让给后来者 要么联姻和我分开 其实也未尝没有缓兵之际 但戏剧的是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 他看向我 神色晦暗不明 眼里却隐隐有水光 其实我知道他一定会选我 他声线有些陡 所以我走了 这个决定我替他做 我喉口发紧 情绪翻涌着半天 也说不出话来 往前一步揽住老妈的肩膀 安抚地为她挡住 萧瑟的夜风 我懂了 我情绪低落手掌捧心 原是我的错 竟是妹妹来得不巧了 我妈一个没忍住 凝滞的气氛 突然就变得滑稽起来 她狠狠白了我一眼 挪开一步 懒得理我 可是老妈 我连忙跟过去一步 据我所知 她没有和任何人结婚 老妈了一下 微微张着嘴唇 不知在想什么 半晌才抬了抬眉梢 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样子 你回去告诉她 要追老娘自己想办法 别拿女儿当工具人 好的 你也是 她一个仙仙玉指点在我额头上 别给人当冲头还帮人数钱 那小子言谈举止 都不像是普通人家 你给我多张点心 哦 我猛猛地摸着自己的额头 心里不自觉又想起那张名片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若早知今日 可能会有让彼此过得很好的办法 她抽完最后一口烟 把烟头熄灭 当时却都是自顾自为以为是为了对方好 谁能用四十岁时的认知 做二十岁时的决定呀 我凑过去 把脑袋蹭在安女士的肩膀上 不然还哪里算得上是青春呢 因为揣着心事 回去的一路上 我都沉默着 一直到了家门口 却发现 日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帅爹 已经在门口蹲我了 还没等我下车 帅爹两三步冲过来盯着我 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了 类似于忐忑的表情 如何 她手把住车门框 指尖都捏得发白 看她这副样子 我有些心酸 对她笑了笑 我妈说 要追她自己去 别拿女儿当工具 她僵了一下 随即输了一口气 神情松弛下来 我看着她眉目间 努力克制住的去月神情 心里一软 真心地为她高兴 还没高兴一会儿 只见她放开车门 大不留心往外走 不乏格外洒脱 我一愣 赶紧下车追上去 哎 帅爹 暖男你等一下 我气喘吁吁追上去 帅爹的步伐顿了一下 还有事 相亲啊 说好的相亲呢 帅哥 明星 体育生呢 我蹦着小步子跟着他 过河拆桥 羡慕杀驴吗 信誉在哪里 人性在哪里 帅哥的联系方式又在哪里 帅爹无语地瞥了我一眼 这两天就给你安排 说吧 他看似不经意地扫了一眼阎峰 我顺着他的目光回头 看见十几米外的阎峰 身形隐在夜色里 神情看不清楚 和传说中彬彬有礼 帅气逼人的 肌腱运动员的相亲 约在了周二 我愉快地打扮了一番 到了校门口 正准备先去上课 阎峰递了一本厚厚的文件夹 给我 这是 小姐今天相亲 可能会需要的资料 他平静地看着我 下河线紧绷着 笑意不达眼底 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上课领响了第一遍 我一下子回过神来 啊 好周到 谢谢你 顾不上多想 抱着资料火急火燎地往学校冲 课上我翻开阎峰整理给我的资料 落落凑过来 和我一起头底头研究着 好家伙这个人我知道 我爸可喜欢看他比赛了 真的假的 你可真发达了 我要给你当伴娘 我一页一页仔细阅读着 这标准迷人的微笑 这英姿萨爽的赛场抓拍 这金光闪闪的成就和履历 这丰富的海王史 翻到最后一部分看了几行 我的嘴张得 已经能吞下一颗鸡蛋了 这位帅哥的情史 有图有真相 实在是有些太过海了 他若是个当红巨星 必定能养活 至少十家娱乐小报 我一连翻过去十几页 看完和落落 都是一副看破红尘 如梦初醒的神情 这种精神状态 一直延续到晚上的相亲 当帅哥扬着自己迷人的微笑 邀请我坐到他对面时 我还是一脸的恍惚 你好 林小姐 我是韩正 你叫我阿韩或者阿正都行 我迷糊点头 你好 海哥 韩正愣了愣 看我神游天外的样子 又十分体贴地询问 Honey 你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 是不是上课累了 我看着他关切又自带深情的桃花眼 止不住地觉得有扑面而来的海粒子味 韩先生第一次见面 就叫Honey不大好吧 我勉强挂着礼貌的微笑 心里使劲骂着 吼你个头 可是你很甜很可爱啊 韩正给开大马哈鱼一样 上扬又勾人的保唇 我一看你就觉得很亲切 很熟悉 一时唐突了美丽的女士 抱歉 东海龙王怎么不来收了他 相亲结束 韩正送我回到楼下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为美丽的女士效劳 是我的荣幸 晚安 林小姐 我不幸 话在嘴边想了想还是憋回去 算了 照顾一下帅爹的面子 不强调我心安这件事了 回到家里 我才好像刚回到岸上 常常吐了口气 今天光研究海产了 菜都没吃几口 真的是 我踢了鞋子进门 发现屋里都没开灯 严峰没在 我摸索着去开灯 手腕却突然被抓住 我吓得尖叫就要脱口而出 却被扣进了一个温暖又熟悉怀抱 严峰 我试探着问 嗯 她下巴抵着我的发顶 声音沉沉的 胳膊紧紧箍着我 正拖不动 逃脱不开 你干嘛 我有些莫名的紧张 你还要相亲吗 我心跳的作乱 她的呼吸在 落真可闻的寂静里 格外过躁 我作为荡红娘的条件 我爸答应介绍 三次高质量相亲给我来着 我弱弱的回答 越说越没有底气 好 那我等着 她又收紧手臂 紧紧抱了我一下 然后迅速放开了我 小姐饿了吗 我给你做了夜宵 她打开了灯 突如其来的光亮 让我有一瞬间的不适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再睁开眼 她已经走到厨房 开始摆弄工具 我迈开脚步 才发现自己有些腿软 索性蹲下来 躲在沙发后面 两只手攀着沙发背 只露出一双眼睛 阎峰 嗯 她抬眼看我 我才发现 她看起来有些憔悴 像是没睡好的样子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她拿着一朵西兰花 整个人愣住了 我逃也似的 跑回了房间 已经凌晨一点了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烦躁地一下子坐起来 我到底为什么要逃啊 左思右想 这人肯定是喜欢我吧 但是我俩才认识几天 她为啥喜欢我 不会真是杀住盘吧 还是她去哪家做管家 都勾搭小姐 我咬牙切齿地换了个坐姿 渣男 不对 她好像就是我说去相亲 开始变了态度的 我相亲关她什么事啊 天上下金币 充话费送帅哥 不要我傻呀 我起床在房间里 来回溜达了两圈 总不会是 喜欢我吃醋了吧 喜欢也不行 对我搂搂抱抱 岂不是职场骚扰 我一拳击中掌心 哼 渣男 明天就叫我爹吵了他 我一屁股坐在书桌前 沉默了一会儿 抬手捂住心口 还有点舍不得怎么回事 我摸了摸自己 一直到现在 还在发烫的脸 安然 你的出息呢 我一头倒在床上 拿起手机 突然想起老妈的话 扶置心灵 在搜索框里 输入了言封两个字 什么都没有 我一咕噜又坐起来 墨进大学网站和论坛 还有律师职业公事的网站 发挥福尔摩文的精神 仔细搜索了一份 也没有 我冷汗刷得下来了 不会真遇见骗人感情的 杀猪盘了吧 我鼻子居然迷之泛起些酸涩 真是的 我爹怎么选的人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第二天 我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去上课 洛洛看着实在不忍心 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 可怜的孩子 你睡会吧 我帮你放哨 我幽怨地瞄着讲台 这可是段教授的课 我哪敢 话虽如此 刻上了一半我 还是趴桌上睡得天昏地暗 还做梦了 我梦到韩正带着一大串 海胆贝壳跳海带舞 跳着跳着延峰来了 他俩手玩手一起跳海带舞 旁边还有很多虾兵蟹将 在起立鼓掌 一直到下颗铃响 我才揉着眼睛醒过来 落落在旁边 一脸五颜六色的神情 怎么了 大姐 刚断教授下来溜达 看到你了 我满脸惊恐 你怎么不叫我 我准备叫来着 还没叫你 他就摇了摇手走过去了 全校最严段教授 高抬贵手放过我 我的脸色一瞬间 和他一样五颜六色 磨磨蹭蹭收拾完书包 发现段教授还在台上 为同学答疑 我低着头 夹着尾巴 灰溜溜准备跑出去 安同学 我和落落一瞬间实话了 我回头硬着头皮 挤出微笑 一直拽着段教授 答疑的那帮人 这时候溜得倒快 对着段教授 和蔼可亲的笑容 我一个机灵 缩着脖子 忙不迭地认错 段教授我知错了 他却爽朗地笑了起来 神情越发慈祥 帖子照片我看到了 哈哈 有空欢迎来家里吃饭 来家里吃饭 我和落落面面相去 在校门口角落的冷风里 硬生生愣了十几分钟 不懂此间深意 段教授让我去家里吃饭 忽然想到什么 我手忙脚乱翻出手机 在搜索框里 输入段延峰 依然是什么都没有 上面却有一条 猜你想搜 段延峰 我心里一跳戳进去 手指都在抖 这下出来了大片的信息 无论是百度词条里 还是关于他的新闻和讯息里 他的形象照都很少 却有很多现场的抓拍 谈判时运筹帷幄的样子 演说时意气风发的样子 甚至合影时礼貌微笑着 却冷傲的淡漠的 巨人于千里的样子 他的家室 律所 他令人惊羡的才华和成就 原来他就是我爸说的 段家自己开律所的小公子 我蹲下去 心里乱成一片 洛洛拍了拍我的肩 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也不至于震惊成这样 这个剧情 我们一般称之为掉马甲 我委屈巴拉的抬头 姐们 我慌了 你慌个什么劲 他拧着眉头将我拎起来 姐们要战斗你怕什么 你就去问他 为什么隐性埋名来骗你 说清楚就好了 我搂着他的肩膀 泪眼婆娑地点头 安然你起开 扶我会儿 脚麻了 好巧不巧 帅爹的电话打过来 我艰难地保持着 这诡异的姿势 接通了电话 上次说的那个演员阮秋生 他这两天正好在隔壁式拍戏 今天回我们时赶通告 和他约好了吃晚饭 你抓紧去吧 等等老爹 我这都心乱如麻了 还相杀亲 正要拒绝 洛洛一把扯过我的手机 他不会不去的 谢谢叔叔 电话挂断 我摊手满脸问号 阮秋生 那可是阮秋生 洛洛两眼冒着绿光 姐妹 一字当头 姐们今天有没有签名照 就看你了 走着 我陪你去 他连脱带拽带我打了车 我想了想给延峰 哦不 断言风发的消息 我去相亲 你晚点来这个地址接我 发出去 我都觉得心如雷骨头皮发麻 这都叫什么事啊 我忐忑地把手机拿起放下好几番 消息提示音才响起 好 我心里一沉 有些事迫不及待想要问他 到了约定的地方 我和洛洛连喝了两杯热桥 才看见一个人戴着墨镜口罩 舞得格外显眼 鬼鬼祟祟地进来了 大哥 你哥这儿拍钱福呢 只见他跑到我们面前 压低嗓音 对暗号式地问了一句 林小姐 是的 阮先生 我们回答得嘎崩脆 阮秋生又紧张兮兮地 还事了一周 这才安心坐下 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墨镜 像刚刚回到水里的鱼 猛力地喘了几口气 这下连洛洛都把签字笔 捏在手心里 面露不忍 没有吱声 好一会儿 他才平复了呼吸 头发汗湿了 有些狼狈地贴在额头上 即使如此 也掩藏不住他耀眼的美貌 不好意思 刚才被跟车了 好不容易才跑过来 失礼了 我和洛洛骑刷刷摇手 没有 恕我直言 阮先生既然出门不便 咱们约在庄园附近不是更方 我小声建议 你懂什么 这家的咖啡我朝思暮想 他深情且陶醉地深吸了一口气 扫了我俩一眼 毫不掩饰地露出些异性阑珊的神情 哪位是林小姐 还没等我举手 只见阮秋生面色突变 他拎起口罩墨镜 祸得蹦起来 朝着后门的方向直窜而出 我和洛洛机敏回头 眼看着乌泱泱举着相机的大军 朝着我们的方向席卷而来 快跑 分头跑 我和洛洛像看见老虎的兔子 拔腿就跑 这一片是一个很小众的艺术街区 四周空旷无物 只有这一片有很多集装箱 和厂房改造而成的咖啡店酒吧 平日里人并不多 我对这边也不熟悉 一边跑四下里张望 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什么藏身之处 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堆满了箱子的角落 一凑过去 发现阮秋生正全在里面 听到我的动静 他先是吓了一跳 回头看到是我 才松了一口气 紧张地望了望四周 小声央求道 林姐 求你 你换个地方躲 千万别暴露我 要被拍到我和你在一起 我就废了 我嫌弃地撇撇嘴 我还怕被网爆呢 我气愤地踢了踢箱子 什么人类高质量相亲 都是垃圾 从角落里转出来 我刚东躲西藏前进了几十米 就看见不远粗衣小队人 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瘦小的男子 甚至对着我举起了镜头 我下意识抬手 想捂住脸 这时 右侧一个狭窄巷子的缝隙里 突然伸出一只胳膊 一把把我拉了进去 我一个跟腔看看站稳 惊愕地抬头 便看见阎峰沉着冷静的侧脸 心里一下子就安定下来 他拽着我 我跟着他 从狭窄的巷子里 七弯八牛转了好几个弯 才扁着身子躲在一个 两栋小阳楼之间的缝隙里 那女的跑哪去了 肯定在这附近 仔细找找 一定要拍到 我缩在缝隙里 大气都不敢出 一直到脚步近了又远了 又来一批人又远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才发现在这逼坐的空间里 我和阎峰紧贴着 距离近的几乎呼吸相闻 我抬眼看他 正撞进他深邃的眼眸里 空气里的温度迅速爬升起来 谢谢 还好你来得及时 我往右退开一步 和他错落开站着 他看着我的动作 抿着嘴没说话 气氛诡异地沉默下来 我脑子里纷乱如麻 昨晚的辗钻反侧 今天的一波三折 都在此刻才平复下来 我有一万个问题想问他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狭窄的巷子里 呼吸声混乱又暧昧的交缠 小姐 最终还是他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今天相亲怎么样 我听到这个称呼 头皮一码 看着这人像没事人一样 还在装蒜试探 我气不打一处来 你只是我的管家 阎峰先生 会不会管太多啊 他错愕了一瞬 像是没想到 我突然这么尖锐 长长的睫毛搭拉下来 瞧着居然有些委屈 大哥 你委屈我还委屈呢 你就当我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行不行 他低声说 他尾顿下去的样子 活像一只淋湿的大狼狗 倒也不必如此谦逊 你是癞蛤蟆 谁敢当天鹅呀 我盯着他冷冷的 不带一丝情绪的陈述 你说是吧 段公子 他猛地抬起头来 颇为意外地看着我 我坦荡和他对视 毫不相让 你怎么知 我想要一个解释 我打断了他的话 执拗绝强地盯着他 他张黄了一瞬 扮上无奈地笑起来 整个人却好像逐渐轻松 释然了下来 好 那我们聊聊吧 先送洛洛回去吧 我挤出缝隙 掉头往外走 这个季节 江边的风已经有些冷 我扶在栏杆上 任叶峰卷起我的头发 给 段延峰递给我一杯热红酒 自己揭开一罐可乐的拉环 我中眉看着他手里的可乐 太凉了 你别喝 他看着我的目光 忍俊不禁 笑 还好一丝笑 我一股无名火又窜了上来 快解释 为啥隐性埋名 在我这里当卧底 怎么解释呢 大概是想进水楼台 他也浮在栏杆上 仰头喝了一口可乐 或许是我想在 飞盛集团段先生 和林氏集团安小姐之前 让段延峰和安然先认识 江边温柔的路灯 给他的轮廓映上一片 暖融融的昏黄 他笑起来眸光成澈 不像延峰的温柔似水 也不像网上的照片那样 冷静疏离 是一种被温柔包裹住棱角 像糖果纸一样绚烂的颜色 我很羡慕林董和安阿姨 但是说实话 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眉目间居然有些苦恼的神色 当时林董说 要把你接回家来 我第一反应就是 无论什么用油头 我想有个机会能在你身边 他又灌了一大口 好好地肥宅快乐水 硬是喝出了 借酒消愁的意味 后来就骑虎难下了 我本想借着和你相亲的机会 让你重新认识我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 段延峰说着说着 侧着头仰视着我 眼神热烈的 让人骨头都发酥 对不起 然然 不管怎么样 骗你都是不对的 我一脸无语看着他一把年纪了 几乎是在撒娇耍无赖 却又不得不承认 人长得好看 真是占便宜 我看着他真诚清澈的眼神 居然开始逐渐心软 醒醒 安然 美色是陷阱 我深吸一口气 愤怒地瞪着他 你才认识我几天就说喜欢我 离不离谱 你是见一个爱一个 还是说你见一个相熟人家的女儿 就要去相处一番 总不会说是命中注定吧 还是穿越来的 我居高临下瞪着他 对得气势磅礴 如果中间没有打个喷嚏的话 他立马直起身 碰了碰我的指尖 江边冷 去车里说吧 说起这件事 就要拆林董的台了 据段言锋的叙述 其实帅爹在我初中的时候 就已经找到我妈和我了 他奋不顾身地跑去 又回来 拽着段言锋的父亲大喝闷酒 他举着酒瓶说 安安是这个世界上 最有趣最自由 也最鲜活的人 也许没有我 他才能过得更洒脱 于是我爹一直没敢打扰 我和安女士的生活 只是一直在私下里关注着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偷偷帮助 听到这里 我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我那帅爹到底是不是 什么疼痛言情文男主 穿越过来的呀 戏也太多了吧 别光说他说说你 我冷哼一声 颇为看不上我这不上道的亲爹 大约在你快高三的时候 我刚回国 我爸和林董合作一个海外项目 要去住场 就把你托付给我 他单手转着方向盘 像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 笑得眉眼弯弯 高三 我想起我蓬头垢面 兵荒马乱 浮肿憔悴的高三岁月 忍不住捂住脸 我英明神武的光辉形象 其实一开始 也只是把你当作 世交家的妹妹 每周开车去一次你的城市 小心地打听打听 你们过得好不好 都已经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次 他在一个一百多秒的 红绿灯面前停下 转过头来看着我 那次我停在你们学校对面 当时有一个 刚买完菜回来的老人家 颤颤巍巍地过马路 突然摔倒了 那是一个视野盲区 旁边的公交车 马上就要开过来 我当时吓得心跳 都要停止了 我猛地张大了嘴 恍然想起了这件事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却看见你 电光石伙伴冲过来 明明那样瘦小 却张开手 挡在老人家身前 硬生生逼停了那辆车 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 那一刻对我而言的震撼 她看着我就像看着 那天飞蛾扑火般 孤勇的那个小姑娘 从那天起 每周去看你成了 我心底里 无法言说的期待和喜悦 眼前跳成绿灯 我转回头 看着前面沉默着 没有在追问 她也默契地没有在说话 一直到了家门口 我跳下车 转回身来看着她 段延峰 你的解释和道歉我接受 但是我一时之间有点乱 还有点莫名其妙地生气 我想冷静一下 所以这段时间 就不要再见面了 她垂眸闷闷地嗡了一声 我带上车门转身 往家里走 想了想还是气不过 扭过头来 对着她狠狠动了一眼 下次见到我 请你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我 从那以后 就没有再见过段延峰 所以你是喜欢她 还是不喜欢她呀 大姐 洛洛磕着瓜子 鄙视地看着眉睛打彩的我 哎呀烦 你别提这人 我捂住脑袋 我最看不上这种 摸摸唧唧 爱又不爱说 又不说的男生了 人家怎么没爱 怎么没说 他白了我一眼 你这神经大条的 根本不懂 爱一个人 就是捧了一颗心 进退两难 进一步怕吓着对方 退一步 又怕对方从此成了别人的 若是猪是周全 那多半是没那么在乎 她高深莫测地指点着 我扶在书桌上陷入沉思 看着右手边空荡的位置 心里空落落的 从什么时候起 习惯了她在身边照顾我 替我周全 又始终为我压着阵脚 人真的是一种 太容易产生习惯的动物 安然 我正伤春悲秋呢 有人闯进来 猛地一拍桌子 吓得我一下子弹起来 安然 你也太过分了吧 眼前色丽那人柳梅倒树的 居然是金融系那个朱萱萱 落落腾地站起来 还没等我俩开口 朱萱萱拍了拍桌子 清脆地呵斥 你明知道那个姓梁的 是个屎乱中气 两面三刀的小人 怎么不告诉我 怎么忍心看着我蒙在鼓里 Girls help girls 你懂不懂啊 我和洛洛默契地退了半个身位 嗯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可记得你了 朱萱萱美目圆瞪 狠狠跺了跺脚 转头扬长而去 留下一教室目瞪口呆的人 天气一天天变冷 很快期末考试的紧张氛围 就笼罩起来 为了准备考试 我干脆住了校 一头扎在书山堤海里 不想不问不念 除了时不时会点开聊天框 看看有没有新消息 又失望的和尚 狗男人说冷静一下 居然真的一条消息都不发 没意思 我咬着笔杆 更拼命地刷题 期末考试前一天 我在操场戴着耳机 听着英语听力慢跑时 好久不见的梁舟 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抱着一束小的可怜的花 单膝跪地拦在我面前 我往左绕行 他以膝盖为中心 往左转了半圈 我往右 他又往右转了半圈 我恍然大悟 掉头跑了 没跑两步 他又跟上来 眼泪巴拉的一股脑 疯狂倾诉着 我无语地看着他 看着他声泪俱下嘴一张一合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没摘耳机 听力已经欢乐地读到 Take a Holiday了 半晌他终于说完了 爸爸看着我等回应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滚开 你吵到我眼睛了 期末考试结束第二天 我打了个车回到了家 家里看得出 一直有在打扫 窗明激进 草木鲜活 我看着厨房 眼前隐约晃动着段延峰 系着围裙 耐心地为我熬着汤的样子 我放下包 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晃荡 书桌前是我们凑在一块 挑灯夜站制定策略的地方 茶几上我们的水杯并排放着 他用透明的玻璃杯喝清水 我的杯子里总是各式各样的果汁和牛奶 橱柜前面我脚还够不着的东西 它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 站在我背后 轻松地拿下来放在我手里 明明才一个月都不到 怎么会好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思绪停下 我才发现我已经走到了玄关前 那天晚上在这里 他那样赤裂又失态地抱着我 他说 那我等着 我拎起包 飞快地冲出去 然后差点一头 撞到帅爹胸口 干嘛 投放火箭弹呢 帅爹毫不留情地开口 您怎么来了 今晚有个慈善拍卖晚宴 我没空 你替我去吧 帅爹一如既往说完就走 等等 我伸出挽留的手 我咋去呀 林董的专属司机十分机械的 把我送到晚宴门口 用我开了车门 又十分机械地鞠躬 上车开走了 我挠挠头 这莫不是个机器人 拍卖会大半位置已经坐满 我走进场 有嘻嘻啦啦的目光扫过来 见我脸声又挪回去 人群嘻嘻嚷嚷 我放眼望去 却一眼就看到了他 他坐在前排 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 在我走进来的那一刻 如有感应般回过头来 目光淡漠清冷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断言锋 我低下头避开视线 在角落里 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 不料抬头一看 前排居然是祝萱萱 真是冤家路窄 他看着我冷哼一声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猎杀时刻 真不至于 知情不报 最不至此阿姐 待我在抬头往前看 他已经转回身去 依旧是懒散地靠着 云淡风轻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哼了一声 敲咪咪在心里记仇 拍卖会开始 我作为一个具有勤俭节约 优良品德的优秀女子 只喝茶吃点心 绝不举牌 绝不参与 奈何前排这位美女子 每拍一见 就要回头看我一眼 见我吃得不亦悦呼 又冷哼一声扭回去 兴致缺缺 几次三番 我忍不住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回过头怒瞪着我 奈何她实在美貌 我只觉得娇称可爱 轩姐 咱是不是多少有点幼稚了 你管我 她摆我一眼 嫌弃地看着我手里 捏着的牛乳小方 又转回去 还打了胆肩膀 拍卖会半场过去 我和朱萱萱 谁也没买一样东西 一直到下半场 展出了一条香钻海兰宝项链 一下子就黄花了我的眼 好漂亮 我摸了摸口袋里 刚帅爹塞给我的卡 拍卖会上 有什么喜欢的随便拍 当酬劳了 于是我今天第一次举起了牌子 192号 10万 192号 10万一次 我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 起拍价就要10万 我不要了行吗 能撤销吗 192号 10万两次 我眼巴巴看着朱萱萱 不断发射脑电波 快 快截胡 果不其然 朱萱萱气定神险地 举起了牌子 181号 15万 我常说一口气 安心地靠回以备 今天也是没有被金钱 富贵侵蚀的一天呢 181号 15万一次 他得意地回头 瞥了我一眼 我十分服气 且钦佩地 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就在这时 前排一直置身式 外毫不关心的段延峰 突然抬手举起牌子 50万 声音不大 却质地有声 我一把捂住脸 这个败家玩意儿 拍卖会结束 就是用于交际应酬的晚宴 第一次出席这种 在书里看了几百次 现实却第一次参加的活动 我换好小裙子 表面看起来十分优雅矜持 实际上 内心十分激动 兴奋地踏入了会场 奢华气派的布置 精致的点心 还有让人大快朵頤的美食 太好玩了 我环视着四周 装作不经意地寻找着段延峰 却看见了一身西装革履 人模狗样的梁舟 我凑到朱萱萱身边 对他拢了拢嘴 你带进来的 我还想问 是不是你带进来的呢 他的表情比我更一言难尽 纯属好奇 聊完我又转回去 准备拿杯饮料来顺顺嗓子 丝毫没有在意 然而树狱静而风不止 我正逍遥自在着 一杯冰咖啡 一下子泼到了我的裙子上 真是抱歉 安小姐不会介意吧 一开始还以为是谁不小心 没有在意 直到听到这声音 我缓缓抬头 便对上了梁舟那 故作姿态阴谋得逞的得意笑容 大哥 什么年代了 用这么老的伎俩 你吐不吐啊 梁舟 你傻 傻时候能帮我找点纸巾擦一擦呢 我一句优美的国粹 滑到嘴边 余光撇到周围的千金淑女们 我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算了 为了帅爹的面子 我去你大爷的 一个娇憨清脆的声音猛地喝道 我一转身 便看见祝萱萱穿着高跟鞋 一个三步上篮动作飞升而起 将一杯带着肉桂和橙子片的热红酒 用优美地弹到诡计 狠狠泼在了梁舟的脸上 我瞠目结舌 心里有一万个小人 瞬间起立鼓掌 牛阿萱姐 一天到晚就会盘算着 尚不得台面的卑鄙手段 祝萱萱有嫌不解气 还狠狠骂了几句 才一把拉起我 转身往更衣室去 之前你知情不报 害我沾上这么个小人 我可没原谅你 他一边帮我拉背后的拉链一边说 但是我看你还算顺眼 就勉强帮你一把 原来这就是真千金的派头 学到了学到了 好了 他整理好衣服 绕到前面来看我 这件衣服你穿过我不要了 送你了 他微微扬了扬下巴 高傲的冷哼一声 可惜长得太可爱 塞帮子圆圆的像只小仓鼠 傲娇起来更可爱了 我忍不住伸出 手捏了捏他肉乎乎的脸颊 你干嘛 你神经啊 他瞬间炸毛 更可爱了 在他忍不住发火前 我连忙踩着高跟小碎步溜出去了 此时宴会里宾客都到了 场面比刚才热闹两倍不止 我走在长长的二楼走廊 沿着扶手往下看 生机勃勃的新生活 还好这个生活里的人 都比我像象的更友善 我走下台阶刚转弯便看断言风 身着一身白色西服 仿佛自带光韵 他伸出手微微俯身 行了一个绅士礼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我矜持地把手放在他手心里 略显羞涩 优雅地回答 我不会 他将了一下差点没憋住 没事我教你 他搂着我的腰 引领着我 行云流水地转进舞池里 一曲跳吧 我气踹叙叙 溜回座位上休息 不行了 再跳鞋跟要崴断了 没等我顺云气息 冰凉的触感落在脖梗间 我低头一看 是一串璀璨夺目的海岸宝石项链 眼眸里温柔地能酿出蜜来 谁跟你定情 我嘴硬的小声嘟囔着 安小姐 我想过了 大学恋爱两三年 段延峰绕到我身后 指尖轻柔为我戴上 我愣了一瞬 心里像炸开糖果味的烟花 舔得我忍不住地笑 喜欢吗 她屈单膝蹲在我面前 欣赏她的败家杰作 我点头到一半 不禁一阵肉疼 这可是行走的五十万 做定情里也不算贵 她笑着看我漂亮的眼眸里 温柔地能酿出蜜来 谁跟你定情 安小姐我想过了 大学恋爱三年 到毕业结婚正好 她拉着我的手 放在手心里捧住 当然现在大学 就结婚也是寻常事 结婚证据说 还可以加学分 你想得美 我怒撑到她看着我 正顾盼神飞的眼角眉梢 迅速搭拉下来 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怎么我们段律师 好像意外地 很会撒娇 这样是犯规的吧 我无可奈何叹口气 心下软成一片 再不逗她 把接下来的话说完 我还打算请你和我一起 给我爸 我妈当伴娘伴郎呢 你可不许插队呀 她正了正又笑起来 眉目疏朗 如星如月 能为岳父岳母效劳 小旭荣幸之志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